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客厅里养了一瓶水养植物 但可能是因为工作问题 没有顾得上给花瓶换水 花瓶中的水都臭了 我就让他把花瓶换了个方向摆放 并定期更换花瓶中的水 可能会改善运势 他照做了之后 前两天见面 发现他精神了好多 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家中养花 但是大家在养花时 常常会忽略花瓶的选择和摆放风水 殊不知 这些小小的物件 选择摆放不对 会对个人意识造成很大影响 所以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家中花瓶的选择摆放 需要注意哪些风水问题 首先小编先给大家说一下 不同材质的花瓶的选择摆放风水 1.玻璃花瓶 花瓶摆在什么方位 就要看花瓶的材质是什么了 如果是玻璃材质的花瓶 为了产生最好的视觉效果 最好摆在北方 因为玻璃材质的花瓶只有摆放在空间的北方位置 才能稳稳的保证平安 这既是花瓶的寓意 也是其花瓶可以起到的风水作用 2.陶瓷花瓶 市面上除了玻璃材质的花瓶比较多之外 其次就是陶瓷类的花瓶 因为陶瓷的花瓶容易碎 所以最好的就是摆在空间的西南或者东北方 因为这两个方位比较隐蔽 不会是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所以摆在西南或者东北方是最安全 也是最长久的位置 3.球形花瓶 比较常见的花瓶形状是球形的 因为只有球形的花瓶 才能够摆放任何鲜花 所以大多数家庭选择的花瓶 基本上都是球形的 所以这样的花瓶也就见怪不怪了 不过球形的花瓶摆放也比较讲究 一定要摆在空间的西方或者西北方才最合适 4.水晶花瓶 水晶花瓶对大家的感情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摆放水晶花瓶能使单身者更容易摆脱单身状态 面对感情的时候 大家有态度也有责任 更容易收获幸福 5.实质花瓶 实质花瓶会让大家经济得到稳定发展 钱财收入也会不断增加 专钱能力也会越来越旺 如果大家想要催旺财运 可以选择实质花瓶 6.塑料花瓶 塑料花瓶会让大家家庭气氛变好 家庭内部也会更加团结 家庭生活也会越来越温馨 家人和家人之间也能够相互信任 相互帮助和扶持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大家的生活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 心态是积极的 如果想要促进家庭和谐 可以在家中摆放塑料花瓶 知道了不同材质的花瓶摆放风水后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一下 花瓶在家中的摆放风水经济 1.花瓶大小 在花瓶的大小选择上 主要应该根据家中的面积进行选择 如果摆放在客厅体积不建议过小 不然不符合客厅气场 但是小客厅也不能选择过大的花瓶 不然在风水上也有不利影响 总的来说花瓶的大小与风格都要根据所在空间的大小来选择 既美观又大气 同时也不影响风水格局是最好的 2.花瓶寄水臭 如果摆在家中的大花瓶里面插了花 则需要保持水的清洁度 因为花瓶作为风水物件之一 如果水不干净 就会给家中带来污秽的邪气 3.花季枯萎 花瓶中的花一旦出现枯萎的情况 需要及时更换 不然客厅中出现枯死的花容易招来晦气 对于整个房子的气场都有不利影响 所以如果家中的花瓶养了花草植物 建议选择繁茂植物 花叶圆且大为家 不要选择真叶类植物 像发财树万年轻就是非常适应的 有花瓶植物 4.花瓶位置 花瓶的形状不同 在家中的摆放方位也是不同的 一般玻璃材质的花瓶 大多建议摆在家中的北方 球形花瓶可以摆在西边或者西北边 锥形花瓶适合摆放在可听的南方 陶瓷花瓶放在西南或者东北方更加合适 那么在家中摆放花瓶 放在哪些位置会比较好呢 1.放在窗边望桃花 在窗边摆放一瓶花可以带来桃花运 如果业主还是单身人士 不妨试试这样的摆放方法 2.客厅花瓶与平安 把花瓶摆放在客厅 除了装饰性之外 还有平安之意 因为瓶与瓶谐音 可以给家人带来平安好运 3.继摆放在桌子中间 很多人喜欢把小小的花瓶摆放在写字台 或者梳妆台上 这样一来确实可以使得风水环境变得更好 但是要注意 花瓶不宜摆放在书桌的中间 因为一般来说中间地带如果摆放花瓶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宣宾夺主的布局 这样的话屋主的社会地位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 4.大花瓶既摆放在柴位 如果自己家中的花瓶或者花叶太大 那么就要注意不宜把其摆放在柴位 因为柴位是家中聚集柴气的地方 所以柴位的布局要很小心 柴位是一个寄压寄暗寄肮脏的地方 如果把大花瓶摆放在柴位上 那么就会导致自己家中的柴位被压 使得家人负债累累 5.摆放在阳台 一般来说家中的阳台虽然在室外 但是其实也是属于室内的一个部分 而且阳台也是家中的除气纳气的地方之一 所以很多时候阳台的风水布局也是要注意的 如果把花瓶摆放在阳台上 就可以有效的起到去除煞气的作用 这样的阳台风水一般都会很好 6.摆放在墙角 一般来说家中的墙角都是比较潮湿阴暗的地方 而且墙角也是一个很容易聚集煞气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把花瓶摆放在自己家中的墙角处 不仅仅墙角的环境是荷花的生长 而且花瓶还能有效的去除墙角的煞气 使得家人变得健康 7.摆放在窗户边 如果家中的花瓶不太大 那么最好把气摆放在窗户边 因为一般来说家中的窗户 其实都是一个出气纳气的地方 而且也有阳光雨露的照耀 所以如果把花瓶摆放在窗户边 就能够有效的使得自己家中的风水 变得更加有利于健康 而且窗户边也适合花生长 8.摆在电视边上有助财运 把花瓶摆放在电视边上 大家的经济会变好 这时候大家会得到不错的赚钱机会 钱财的收入会增加起来 经济困难会远离大家 赚钱上 大家掌握住适合自己的方法 会得到贵人指点 赚钱困难再减少 钱财好运再变多 收入会变得越来越稳定 9.摆放在玄关有助于家庭和谐 花瓶摆放在玄关是可以调节家庭气氛 这种时候家庭气氛也会越来越好 不会因为家庭内部矛盾或者纷争 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发展 对家庭生活的发展是有一定帮助 大家往往会得到家人的精神帮助 这会使得一家人更加信任融洽的相处 10.摆放在卧室有利事业 花瓶摆放在卧室提升了大家的事业运 这种时候对大家的工作是有一定影响 面对工作的时候 大家更懂得把握机会 工作是有计划的 职场上的意外发生的少 大家的工作效率往往也是不错的 这样的摆放 大家能够在职场上得到一番成就 11.摆放在餐台有助于健康 花瓶摆放在餐台上 影响的是大家的健康运势 这样的摆放下 大家的健康意识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面对生活的时候 大家在身边的意外中 得到了反省和总结 有了健康意识之后 大家就应该知道 该怎么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也会使得疾病相对减少一些 12.摆放在浴室心态好 花瓶摆放在浴室 对大家的心态有好的影响 这时大家能够得到一个乐观的心态 面对生活时 大家懂得调整自己 看开和放下 大家是做得很不错的 一个好的心态的保持 会让大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 面对生活的时候 大家会更懂得取舍 其实花瓶的摆放位置 有很多的选择 大家自然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 不同的摆放位置 对运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这种时候 大家最好不要盲目跟风 还是小编那句话 风水不是迷信 它就在我们身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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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